做月子的时候 一定要让婆婆给你做这道汤 时间让你恢复正常身体 大家好 我是星姐 第一步我们把清洗好的鸡鱼洗干净 然后把它放在苹果中去煎 这个期间记得不要随便翻动 不然等一下就不好看了 等它微微煎黄的时候就可以翻面了 第二步我们把处理好的胡萝卜 淮山放入这个傻锅当中 再加点瘦肉 增加它的营养 而且它还可以提鲜 然后再加点橙皮 姜片 加水的时候没过食材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才把鸡鱼放进去 然后记得加入蜜枣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 煲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来 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加点盐调味一下 然后再撒上我们的枸杞 这个月子汤的配方 你们要记得点赞收藏好 免得滑走找不到哦 这个淮山胡萝卜鸡汤 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经常喝的 你再也不用担心宝宝没有奶喝 而且还不宜长泡 接下来辛杰会分享更多的月子汤 记得点赞关注